跟老外聊天啊 有件事千万要注意啊 表情不要乱发 尤其是跟同性 我上一条视频不跟大家说了吗 我参加校园舞会后 就经常有男同胞们跟我搭讪嘛 尤其是在健身房啊 其中有一个白人小哥的家伙一子说 要看看我平时怎么健身呢 学习交流一下 哎 你别说他还挺帅的 是那种金色波浪中长发 然后蓝眼睛的那种 就是有种冲浪滑板上不年那种感觉吧 他每次健身的时候都喊我过去保护 而且呢时不时老在网上找我搭话 咱们中国人啊 尤其是和那种不太熟的人之间打字聊天嘛 有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又觉得不回复不太礼貌啊 防止尴尬 不都会发点表情啥的敷衍一下吗 我呢就这么做了 结果大哥在当天夜里的时候 就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灵魂考文 他说你是不是不是值的呀 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一钢铁之男 那你是怎么看出来 他说一般外国人之间聊天啊 是很少发这些表情的 只有在调情的时候才会 这一下我才恍然大悟 我说我怎么越来越受同性欢迎的呢 原来是我跟他们聊天时候出现的问题 怪得他们老大晚上邀请我去酒吧去party的 当然了我每次都是拒绝的哈 其实啊 偶尔发发表情可能倒也没什么 但是啊 有些表情啊千万不能乱发 比如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些表情啊在老外眼里是意义非凡 哎那我要散绝一块发呢 不可能 你也没这语境啊 怎么没有 我想请你吃总国菜 我最拿手扫茄子 但是吧 我做有点辣 你们也躲个点水 漂亮弟弟 这回你可确实能到头了